历史系YouTuber Chip一向说自己的影片文案都是自己写的 最近却被PTT网友踢爆疑似有抄袭洗稿PTT网络文章的嫌疑 究竟Chip有没有抄袭他会因此人设翻车吗 我是小林今天我整理了懒人包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有位昵称名叫沙陀曼的网友在PTT发文表示 网红便宜哥Chip9个月前有部60几万观看的 写码台国之谜影片文案 和他之前在PTT上写的文案很像 至于有多像呢 Chip影片中有提到要用穿越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写码台国的历史 而这位网友的文章中也提到要以穿越的方式带大家来看这段历史 而网友的文章发布日期是在2020年11月6日 Chip的影片发布日期是在2023年1月20日 网友表示第一点像的地方在Chip影片中1分46秒 和网友的文章有雷同的地方 网友说自己的原文写平朗近郊的海边 是因为他很懒不想解释三国时代热浪郡和戴方郡的地理位置 结果Chip就直接写在平朗 但事实上Chip这样写是错误的姿势 而第二点像的地方是他在文章中说写码台国消失了近150年 Chip在影片中讲直接消失150年 而这个部分网友说Chip被自己阴了 因为根本不是150年而是147年 大概就是这两点 然后网友也附上他的原文网址 让大家可以自行比对Chip是否有抄袭 既然都附上网址了 找到相似的内容 网友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日本的文献和一些考古的照片 以及许多更深入的细节 比较像是在读一本严谨的论文 但稍微带有故事性 而Chip的文案中对细节的描写不多 看起来很像历史懒人包 所以Chip真的有抄袭吗? 接下来小林做了双方文案的快速对比 让大家来评评理 从Chip这部影片开头到1分15秒 看网友的文章是没有相似之处的 他里面提到三海经的部分 还有鞋马台国是否存在 曾在日本引起轰动 在PTT网友的文章中 都是连提都没提到的 接着在影片中的1分35秒 Chip说对马国是种田为生 而网友的文章里说是捕鱼为生 这里就存在着出路 接着网友的文案里有提到当时国家的统治者 但Chip的影片中完全没提 而在1分52秒的影片中 Chip有明确把当时莫如国的地点点出 在长崎县的松浦市 而网友文案只约略写了在九州西侧松浦地区 这部分Chip是写的很具体的 而在影片1分58秒处提到的伊都国 Chip是有提到对照现今的地理位置 大约是在日本伯多湾 而网友文章中只提到该国的统治者 并没有写对照的位置 在影片2分10秒Chip提到女王的年纪不小 而网友文案中没有提到女王的年纪 影片2分50秒Chip说女王统治了30几个国家 而在网友文案中是没有这样的内容的 影片5分04秒Chip有明确指出 当时中国的使节大约要走多少里 搭船到日本要多远都有写出来 而这部分在网友的文案里头是比较少提到的 在Chip影片末段8分24秒的地方 他说写马台国根本不存在 这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 而在网友文案中也有提到写马台国根本不存在的观点 但他完全没有写是中国人虚构的 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双方在这部分参考的知识应该是大不相同的 而Chip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说要解开写马台国之谜 以及期待更多考古文物的出现 而网友的文案论述是 解开写马台之谜的圣碑会在某处的遗迹 工地甚至是农田之中被发掘而出 那正是轻微窝王的精硬 这部分如果硬要说Chip有抄袭 可能说不太过去 至于最后PTT网友纠正Chip影片后半部 11分23秒钟说日本人当时比较矮 中国人帮他们取了窝人 这个论点被PTT网友纠正说 窝这个字的古意根本和矮没有关系 窝这个字的古文解释是遥远 而窝等于矮的说法应该是 近代中国人被日本人电到飞起来 只好说日本人矮 智爽一下才衍生出来的用法而已 最后Chip在PTT回应了 他说写马台这部影片当初觉得很有趣 有参考了这位网友的文章 但不要讲的好像是Chip全部都是抄他的好不好 他每部影片都有参考大量的资料 而在最近Chip表示将要对Dcard匿名留言网友提告 网友称他的文案都是花钱找中国写手 帮忙写的自己负责念稿 然后网友也表示自己都是听另外一个YouTuber斯坦说的 不过Chip发文说自己所有影片文案都是自己写的 连影片都自己剪 现在已经做好笔录 Dcard是很熟辣的 等他们提供网友资料之后就会提告 那么大家认为Chip面对PTT网友提报抄袭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支持Chip可以留言1 认为Chip有抄袭的留言2 这是个定期更新各种网红吃瓜懒人包的频道 欢迎订阅按赞 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吃瓜环节哦 我是小林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